我們看到現在各大商圈有條件的開放 民眾也逐漸的回流 像是新北樂華夜市迎來開放之後的第一個週末 有不少民眾趕快來外帶熟悉的好味道 不過這個商圈的防疫也是相當的嚴格 除了民眾之外 就連機車族進入都要乖乖 石聯制跟涼體溫 另外包括了七三七商圈 還有寧夏夜市同樣出現了不少人潮 一個一個拍拍站 又是石聯制又是涼體溫 就連機車也是通通得照規矩來 樂華夜市七月一號宣布重新開張 防疫措施嚴格執行 人潮也逐漸回溫 就是原本沒有人 然後今天的話一開放的話 這樣算人潮蠻多的吧 只是擔心 只是就是把該做的防護措施做好 之前樂華應該都是停車場 只有車子在都沒有店家營業 恢復一點點生氣 因為有些東西他就沒吃到 所以買一些回去吃這樣 終於知道熟悉的味道 店家也是哭等五十多天 終於重新開張 人潮回溜之餘 也是謹守各項防疫工作 行人機車穿梭搶到內湖七三七 向商圈 假日人潮明顯回溫 民眾店家全都超有感 店家前出現許久不見的排隊人潮 但不忘頻頻呼籲保持社交距離 邁入微解封第六天的寧夏夜市 店家不敢大意 就怕成了防疫破口 各大商圈有條件開放 人潮回流讓生意總算不再掛蛋 就判疫情控制三級警戒 早日鬆綁解除 在線往日上昔 記者黃志杰 陳明華 黃校衛 台北四分報導